下面讲路易斯理论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但是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呢 谈路易斯理论在整个化学界理论中的位置 路易斯的主要贡献在什么 离子件产生之后 也是1916年 美国科学家路易斯提出了 共架件理论 他认为分子中所有的原子 都有成为稀有气体原子 这种电子结构的趋势 所以说白玉体结构 以求得本身的稳定 就多一个电子 它失去了这个构型和稳定 就差一个就变白玉体了 它得到个电子就稳定 这是离子件理论 路易斯认为 原子都有这种形成 白玉体稳定结构的趋势 但是这种结构 可以不通过电子转移 形成离子 又形成离子件来实现 而是通过 共用电子队来实现 两个轻 各有一个电子 他们共用一队电子之后 每个轻 都形成了 氦的电子结构 形成了一个公家间 这都是大家知道的 而且路易斯结构式 电子式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很多电子式都能画出来 该画的不该画的 有那么回事 没那么回事的 都能画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求 没那么回事的也画出来 画就画 确实是那么个意思的 氢有一个单电子 氯有一个单电子 共用一对电子之后 就形成一个氯化氢分子 水 氨 这大家都熟悉 也可以用一个短横 表示一对电子 或一个公家间 像这个分子 就可以表示成这样 这个离子 就可以表示成这样 路易斯的贡献在于 提出了一种 不同于离子件的 新的化学件 渐行 离子界理论 解释了两种 电负性 差比较大的元素的原子之间 形成离子 形成离子界 如果电负性差很小 或者说电负性相等 电负性差为零的时候 这两个原子 这两个原子 用离子件没法解释 电子转移不了 形成不了离子 因此路易斯的理论 在于他解释了 电负性差 得开比较小的元素的原子之间 成负性 成件的 实施 但是由于路易斯 没有解释这种 件的实质 所以 这种理论的 实应性 不是很强 比如 如果用这种 化学件理论 来解释 三氯化膨 解释五氯化磷 等分子 存在 且有化学件 这个时候就要遇到困难 因为 这些分子中 原子并没有达到 稀有气体结构 彭周围只有六个电子 没达到白玉体 零呢 周围有十个电子 超过了白玉体 这都不符合路易斯理论 所以 必须研究化学件的本质 才能够 把这些事情 说清楚 于是 就产生了 第三节 我们要谈的 价件理论